就是在仁德区的中华衣是科大 不过现场看起来已经都看不到露面了 这个水真的淹得有够深 但我们看到这个校园里头 变成是泥黄色的这个泥巴水满地都是 而且这个水深真的非常高 所以男同学走进来 其实都已经淹到大腿这么深 已经快要接近臀部了 再来看到这个水要停车场 可以看到只要有停在这边的机车 现在都只剩下龙头了 一大半的车身其实都已经看不到了 那幸好现在车子不多 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时间 不愧可以看到 还是有一些灵性的同学是住在学校里头的 但就只能就是 但在高处往底下看 根本出也出不去了 那整个这个人的地区 淹水淹得非常夸张 因为这里地区比较低洼 那因为还有西水溢流的关系 那再加上这个中华意识学校 就位在这个西水的附近 因此整个水都蔓延到校园里头来了 那整个网友不断的轻轻说 幸好现在是暑假 要是平常日这海得了 那以上是在台湾情况 那镜头讲有头内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